你有没有试过你的iPhone很快就没有电了 而且可能一天要充两次最少 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晚上睡觉之前还有80%的电力 可是第二天起来过后竟然只剩下20% 甚至是零 那么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明明一大早已经充好电了 可是到了午休时间了 竟然没电了 而且你还是在没有什么用这个iPhone的状态之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就非常适合你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生号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KOL 今天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我在online找到的一些提高iPhone续电量的小技巧 如果你对iPhone、iPad或者是MacBook的使用技巧 或者是Apple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号TV 因为我会不时的更新关于这一方面的资讯哦 这里呢我会跟你分享的是有10个Tips 这10个Tips呢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 不过因为我是用iPhone的拍摄哦 所以我现在必须把我的iPhone的拍摄 转移到我的MacBook上面来 所以你们看到的那个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 所以就多多包含了哈 有很多App呢是需要用到GPS的 它会自动把我们开启GPS哦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关闭这些没有用的GPS哦 首先我们先进入这个设置 在设置里面呢我们就开启那个隐私圈 隐私圈 所以打开隐私过后我们就打开定位服务 这定位服务呢我们拿到最下面 就会看到一个系统服务 我们可以关闭哪一个呢 像是基于位置的Apple Apps 其实我们不需要得到这些广告 我们可以关闭 我们还可以关闭的就是HomeKit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自己选择有没有需要到哦 通常没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关闭它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附近热门的App 这个我刚才已经关闭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iPhone分析关闭它 然后还有一个是改进地图 关闭了这个过后呢我们就现在去到前面这边 上一页呢我们有很多App 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不需要的App 关闭它 像是Bilibili 我不觉得有需要用到开启我在什么地方 给Bilibili知道 所以我就按永步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就可以自己来看哦 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是我们很需要用到的 就可以直接关闭了 才是让我们在设置里面 然后打开隐私圈 打开隐私 刚才我们这边是定位服务嘛 所以我们现在拿到最下面 就有一个分析跟广告 所以我们点击分析 原本它是开启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觉得不需要的东西 给它关闭它 像是 共享iPhone分析啊 这其实不需要 然后 共享iCloud分析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分享回去 所以我们可以关闭 基本上这些东西都可以关闭到 第三个呢就是广告 所以同样的在设置里面 然后我们选择隐私 然后最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选广告 我相信大家的一开始 就是限制广告跟踪 这个是关闭的 所以我们这边是开启它 就我们不要有广告来detect到我们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Findness 显示与亮度 同样的也是在设置里面 然后点击显示与亮度 可以安装到iPhone 13 就可以选择Dark Mode 就是深色模式 对于OLED的iPhone 就是像是iPhone 11 iPhone 11 Pro iPhone X iPhone XS Max 这些iPhone 它们都是用OLED的 所以深色模式对它们来讲是可以省电的 但是就是iPhone 11 跟iPhone XR 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这个自动呢 我直接关闭了 那么我就可以24小时 都是深色模式 然后还有一个原彩显示 这原彩显示的意思就是 根据你周围的光线来调整 这个荧幕的亮度 所以这个我也跟它关闭 如果你觉得不习惯的话 这样你还是可以开启它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抬起幻醒 抬起幻醒 抬起幻醒也是一种方便 像是如果现在 已经有 已经是有这个screen 的话 就是 如果现在关闭 这个按啊 然后我换下 然后再打开来的时候 它就开启了 完全没有动过 那么如果我现在先 关闭它的话 会怎样 现在是关闭了 然后我关闭这个screen 然后再拿起来 它就不会亮咯 可是你只要点一下 它就可以亮了 所以我觉得 就是看个人啊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 也是可以关闭的 就小小的省下你的电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自动锁定 自动锁定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screen 这个萤幕它增测到你好像 多少秒或者是多少分钟没有使用它的话 它会自动跟你关闭 如果你是选择永步的话 那么你的screen呢 就会24小时开着 直到你的电没有位置 normal的话呢 你是可以选择 2分钟 1分钟 或者30秒 当然你可以跟着个人喜好 我是选择30秒 很快呢 我就可以关掉那个screen 所以介绍了3个比较重要的东西过后呢 现在有6个 是我觉得比较琐碎 可是又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些小技巧 这里我们就继续再看下去 第四个呢 就是 Notification 就是通知 通知 同样的来自设置这边 开启通知 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app 不一定需要得到这些通知哦 Let's say 这个叫IEM的app 其实我没有需要用到它的 Notification 的话呢 我可以自动关闭它 就是它有信息来 我也不会收到 可是我也不想收到它的信息 所以我就关闭它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 等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觉得有需要的话 你再开启它都无所谓 这有个呢 我觉得都是蛮多人会不知道的东西 就是一个 Background app and refresh 就是我们有很多app 会在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 它在里面运作 所以它们才可以 感觉开启好像比较快 这样子 或者是它们可以在里面 接收 或者是 发出它们的兴趣哦 那么 设置呢 首先呢 还是一样 我们到设置 然后到通用 然后再到 到后台app 刷新 啊对了 那个backend叫做后台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 有很多个app 我已经关掉了 因为我觉得它们不需要 不需要在后台跟我刷新哦 又浪费我的电 所以我之前没有用到的 我都刚刚关闭了 这个也是根据你自己的 个人学求 来决定要不要开启 还有呢我发现到哦 很多人很喜欢开启 AirDrop跟Bootruth 就算是没有用到都好 他们都会想要开启 Bootruth跟AirDrop呢 你可以从 右上角拉下来 然后在左边的这个地方 你按久一点 然后你就可以关闭到 Bootruth 或者是你的 隔空投送 就是AirDrop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在 设置这边 点击Bootruth 关闭不出 还有一个AirDrop呢 就是 在设置里面 通用 隔空投送 然后 接收关闭 就可以了 那第七个呢 就是Motion 就是一些动态的效果 这个多多少少 也是可以减少一点点的电量 怎么设置呢 就从 设定 然后Accessibility 就是 就是 辅助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动态效果 就是Motion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个自动播放 讯息的效果 或者是自动播放视频的 预览 关闭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减弱动态效果呢 把它开启 然后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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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觉得不习惯的话 还是可以开启 它啦 第八个呢 我会觉得比较适合像一些 像是我用Gmail 它会一直 读回 读取那些讯息 同样的 我们也是来到 设置 然后来到 密码 密码 帐号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获取新数据 这边有个推送 然后我们这边呢 当然不会关闭它 因为关闭它 你就接收不到 你自己要的那些讯息了 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 从自动调去 每小时 或者是每30分钟 或者是每15分钟 来retrieve那些data 因为如果自动的话 我们不知道它 多少时间会来 也许它每1分钟 每10秒 你越多次做这些东西的话 就越耗电了 所以我们把它甚至成15分钟 哪一次 当然 你这样的话呢 可能你再接收 你现在的Gmail 或者是其他东西的话 可能会比较慢 就是个人来决定 要不要开启 第九个呢 这个是叫 Hands 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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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先开启它 同样的还是在设置里面 然后再 通用 接力 我有iPhone 然后我也有MacBook 所以当我的iPhone 在看着Safari的时候呢 我就要靠近我的MacBook 它就会侦测到iPhone 在看着Safari的Website 然后我就可以 用我的MacBook来开启 如果你没有Apple全家桶的话呢 你可以关闭它 或者是 你觉得这个功能不常用的话呢 你也可以关闭它 直到你想要用的时候 才开启 很容易的 按关闭就行了 最后一个就是第十个 也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东西啦 就是 我们来看哪一个App 是最耗电的 同样的 在设置里面 然后我们开启电池 这个呢 它会观察你24小时 所用App的电量 或者是 另外一个是 10天 所用的App的电量 来看哦 这里拉下来 你就可以看到 哪一个会用到比较多的电量 像是我是玩者荣耀 WhatsApp 或者是Instagram 如果是24小时的话 我就是玩者荣耀 相机跟Instagram 每一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能可以讲 哦 可能我们玩玩者荣耀太多了 如果想要省电的话 可能就 减少玩 或者是减少使用 或者一玩完它过后 就要直接关闭它 这样子的东西 关闭呢就是 只要拉起来 再把它关 关就可以了 好啦 以上就是这些 信息哦 那么转回去了 哈哈哈哈 我又回来了 所以刚刚呢 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提高iPhone续电量的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 以上的小技巧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欢迎你分享 给你有需要的朋友哦 毕竟 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如果你还有什么 更好的省电小技巧的话 或者是你在使用iPhone 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哦 我是陈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